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 春节过后的你是否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还没有好好休息 就结束了短暂又热闹的假期生活 紧接着又要进入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之中 然而我相信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奇妙的中外畅销小说 解忧杂货店 解忧杂货店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归吾创作的长篇小说 并于2012年荣获第七届中央公论文艺奖 小苹果日报翻译销售排行榜连续两季第二名 2018年12月21日解忧杂货店 入选40年25部影响例外一作品书单 同年获得亚马逊中国纸质书畅销榜前十 中国Kindle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前十 该书的创作背景采用了作者东野归吾一贯的穿越时空的方式 讲述了有一家只要写下烦恼投进牛奶箱 第二天就会受到回答的神秘杂货店 整本书的内容围绕着三个主人公在逃亡过程中 进入到神秘的杂货店里 奇迹地帮助几个来自过去的人解决烦恼 改变了来信人的命运 最后三个人都得到不同的人生启发 其中步伐有着令人治愈而又温馨的故事 更是表达出了作者对于未来不仅仅是明天 未来还在人的心中 只要心中有未来 人就能幸福的一种美好的 积极的向上的一种生活理念 故事的开始是三个主人公敦也 祥太和姓平正在开着偷来的汽车 逃避警察的追捕 但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逃亡途中车子突然抛锚 眼看着天色渐晚 无奈之下 三人只好汽车而去 继续寻找休息的地方 文中关于杂货店的描述是这样的 铁卷门上没有写任何字 只有一个信件的投地口 旁边有一栋看起来是仓库间停车场的小屋 就这样三人进入了小屋 小屋里的环境布满了灰尘 看起来荒废已久 里面的陈设 透着些许破旧的年代感 这样的环境更是引起了敦也 祥太和姓平的好奇心 直到敦也在无意之间 发现了一个写着月亮兔的信封 书中的故事和剧情 才真正拉开序幕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化名为 月亮兔女性的求助 他在信中写道 他是一名准备参加明年奥运会的优秀运动员 但因为一直给他信仰与支持的男友 不幸突然患上了癌症 而他很纠结是照顾患病的男友 还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主人公们在一本旧的杂志上窒息 原来这家杂货店的老板 经常帮人解决烦恼 久而久之不少人慕名而来 将自己的烦恼匿名 写成一封封的信件 投入铁卷门上邮件投地口 第二天 他就会把回信放在后门的牛奶箱里 这些神奇的事情 引起了三个人的好奇心 经过三人的讨论决定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给月亮兔写回信 建议他是不是可以带着男朋友 去参加训练 但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收到了月亮兔的回信 内容里表达了他的感激 以及他的男友 已经无法下地的事实 并表示带男朋友 和他一起去比赛不太可能 希望可以有别的方法 让他解决眼前的难题 于是 三人再次写信告知 月亮兔可以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 可奇怪的是 他们不仅没有见到投信人 月亮兔也在回信中 说自己不知道手机是什么 这样的疑点 让三人陷入了沉思 他们猜测 屋内的时间和屋外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屋内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 只是屋外的一小段时间 而投地口和牛奶箱 就是链接 现在和过去两个时空的 传送点 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吓坏了蹲野 他选择了离开 在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 他又想起了两个朋友 觉得不应该就这么扔下 他们不管 接着他买完东西 又回到了小屋 两位朋友看到他回来 非常的高兴 并告诉他 只要门开着 屋内和屋外的时间 就是一样的 而他们通过咨询 月亮兔和男友的喜好 发现回信人身处的时空 是1979年 1980年的奥运会 因为政治原因并没有召开 三人在弄清了情况后 回信建议月亮兔 可以放弃参加奥运会 陪伴男友 得到的回复 却是男友不希望 他放弃奥运会 过了很久 月亮兔有回信说 他没有入选奥运会 男友去世的时候 有他的陪伴 走得很安详 没有遗憾 但其实在男友生病的时候 他在运动上遇到了瓶颈 正好想要放弃 因此写下了那封信 却收到了三人的劝告 由此更加坚定了 自己刻苦训练 参加奥运会的决心 同时 男友也是因为 他为奥运会 努力的样子 而着迷才喜欢上他的 这样的事实 让三人感慨万千 月亮兔 给解忧杂货店的回信中 有一段话 令人我感动不已 我比任何人都爱你 随时都想和你在一起 如果我放弃比赛 就可以救你一命 我会毫不犹豫放弃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所以 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 正因为我一直在追求梦想 所以才活得像自己 你也才会喜欢我 我时时刻刻想着你 但请你让我继续追逐梦想 是啊 我们在生活中 也会面临着多种考验 如果努力了很久的目标 遇到瓶颈的时候 你是继续还是放弃 当你心里做出选择的时候 会不会后悔 努力之后 没有实现目标 会不会遗憾 如果不会 那就放手大胆地去做 如果你还是犹豫不决 不如听取下家人 或是朋友们的意见和建议 总归会有你想要的答案 一个故事的结束 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书中的第二个故事 讲述了克朗 是一个对音乐 有着非常执着梦想的人 而他的梦想 一直没得到家人的理解 尤其是对他有着严格要求的父亲 为此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 父亲向他表明 如果不读书 不如立刻回老家继承鲜鱼店 但克朗没有同意 他不愿意退让 因为一旦这么做 就会后悔一辈子 所以他想继续留在东京 直到完成目标 但梦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他为了梦想 不惜忤逆父母家人的意见 日复一日地坚持练习 原以为只要砸比赛中得到了名次 就会有音乐人注意到自己 克朗也曾给唱片公司寄过作品 但都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 直到他遇上了一个音乐评论家 给出了不适合唱歌的意见 这令克朗自信心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他开始怀疑自己 开始犹豫 自己要不要坚持梦想 某一天 克朗接到妹妹的电话 得知祖母过世 他不得不回家乡 看着年迈的父母 克朗心生愧疚 在和母亲的交流中 他惊奇地发现 父亲不希望他放弃音乐 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 他决定向他人寻求帮助 信件通过牛奶香 来到了三个主人公的手上 三人一致觉得 克朗应该继承家业放弃梦想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这样的回答 令克朗愤怒不已 并回信告诉三人 他把音乐当成职业 而不是兴趣 任何事情 都要经过挑战再下结论 不能因为个人的主观判断 就忘下结论 最后 克朗的歌曲始终没登上舞台 于是在圣诞节来临之时 他决定在孤儿院演奏一首原创歌曲 《重生》 从而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琴的女孩 女孩有着惊人的音乐天赋 却因为 常年受到父亲的虐待 而进了孤儿院 听完克朗的演奏 他一字不差 记住了乐谱 并反复歌唱 夜晚 孤儿院发生火灾 克朗为救小琴的弟弟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数年后 天才小琴在人山人海的体育馆里演唱了克朗的歌曲 克朗的死亡令人难受 但我更佩服克朗为追逐梦想不断坚持的心 在面对困境时 毅然坚持音乐梦想 不畏艰险 超越自我 而时间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就像文中所说的那段话 你在音乐这条路上的努力不会白费 有人会因为你的音乐而得到救赎 你创作的音乐一定会流传下来 请你务必要相信这件事到最后 直到最后的最后 都要相信这件事 果然 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他的善良和坚持造就了一段传奇 第三个故事讲述的 是一个明知孩子的父亲 是个有父之父的情妇穿边律 在发现自己怀孕 并且身体经常贫血的情况下 不知道是否要选择生下来 所以 他给解忧杂货店写了一封信 解忧杂货店的 主人浪使爷爷在信的结尾 很认真地写道 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让生下来的孩子得到幸福 即使父母商圈 也未必代表孩子 一挨的那个能够幸福 如果无法做到为了孩子的幸福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的心理准备 即使有丈夫在身边 也最好不要生下孩子 故事的最后 是穿边律选择生下孩子 却因为一场车祸而失去生命 多年以后 孩子长大 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 决定给浪使爷爷写一封感谢信 在信中他写道 我再也不觉得自己不该来这个世界 虽然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但我觉得 那是因为我活着 才会感受到这些痛楚 所以 克服了重困难 我依旧觉得 父母的爱是伟大的 是在明知困难的情况下 仍旧给予你最好的物质条件 他们的爱 更是无私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 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带我们走出困境 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 第四个故事 讲述了一个 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 名叫浩介 他因为哥哥的原因 一直喜欢劈头事 不幸家里的公司破产 爸爸也欠下很多钱 没办法还债 只能带着他 逃难到另外一个城市 但听说追债的人 即使是到天涯海角 都不会放过自己 因为浩介很害怕 无奈之下 给解忧杂货店 写了一封求助信 而浪使爷爷 在了解详细情况之后 给他回了这些话 在家人的问题上 我认为 除非你某个家人 去追求更好的发展 否则 全家人应该尽可能团结在一起 如果因为讨厌 或者无法信赖等原因 各奔东西 就不是真正的家人 跑路不是正确的行为 如果可以 很希望你的父母 能够改变心意 但如果无法改变 我认为 你应该跟着父母走 也许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解决所有问题 没也许会经历很多苦难 但是 正因为这样 一家人更必须在一起 最不幸的是 一家人 因为跑路这件事 而丧失了向心力 那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虽然跑路 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 但只要全家人 在一条船上 就有可能一起 回到正轨上 逃亡的当天早上 浩介去东京 看了同学推荐的 披头式纪录片 看完之后 感受颇深 在爸妈走的途中 临时反悔 爬上了另外一辆卡车 辗转到了孤儿院 很多年后 浩介在老家的一家酒吧里 听到披头式的歌曲 正巧老板娘 是自己同学的妹妹 并了解了当年她的父母 为了保护她 而选择自杀 并隐瞒儿子 还活着的真相 故事的结尾 有些凄凉 如果浩介当时 坚持和爸爸妈妈一起走 故事的结果 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从头到尾 坚持一件事情 有时并不难 更难的是 面对困难 你有没有下决心 坚持的勇气 面对危险 是不是会望而却步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也许应该学会坚持 也许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第五个故事讲述了 从小父母双亡的秦美 原本寄养在亲戚家 但因为亲戚年事已高 以及一些家庭纠纷不得已 才将她寄放在孤儿院之中 从而认识了浩介 她长大以后 很想为亲戚价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因此 编在公司当小职员编 在酒吧兼职陪酒女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秦美得知 月亮兔 去了解悠杂货店咨询的事情 她也去了咨询 三个主人公 在得知她的身世之后 帮助了她 果然之后的事情一帆风顺 后来恰巧 孤儿院失火 导致克朗的不幸离世 秦美援助孤儿院 反倒被人造谣 不是重建孤儿院 三个主人公也是来自孤儿院的 在未得知事情真相之时 三人决定盗窃 并在当晚被发现后 不得已在慌乱之中 带着秦美 给解悠杂货店的感谢信 阴差阳错地 来到了解悠杂货店 故事的最后是 浪使爷爷 写给三个主人公最后一封信 但是 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 正因为你是白纸 所以 可以画任何地图 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你很自由 充满了无限可能 这是很棒的事情 我衷心祈祷你 可以相信自己 无悔地燃烧自己的人生 三个主人公的心理变化 也在他们寄信与回信的过程中 渐渐认识了自我 意识到 无论干过什么坏事的人 都有资格去帮助他们 即使前途迷茫 也可以重头再来 只要找对正确的方向 你就可以无怨无悔地燃烧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 解忧杂货店里的信件往来 更是成为了一种奢侈 其次 解忧杂货店不是神庙 不是拜求签用 它所提供的服务项目 是免费的 更像是给人们解决烦恼的人生咨询 和心理辅导 时空穿越与复古怀旧的混搭风格 也是此书的一大亮点 人物之间 命运纠葛地环环相扣 文章前后呼应 把看似毫无关联的几个人的命运串联起来 带读者抽丝剥茧 在读的过程中 慢慢了解事情的真相 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寸的感觉 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烦恼 看似都是在写平凡的故事 但平凡的故事中 又透露出治愈和温情的风格 书中每个人物的形象 也都通过对陌生事物的反应 表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 使得故事更加具有故事性 趣味性 读完有一种振奋人心的治愈和励志力量 读完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信任 有时候 你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 就有可能帮助一个在迷茫中的人 找到光的方向 就像书中写的 心里有烦恼的事后 如果无法向别人倾诉就会痛苦 即使无法给他什么实用的建议 只要说能够理解他的烦恼 请他加油 我相信 他的心情就会轻松不少 我的回答之所以发挥了作用 原因不是别的 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 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 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 无论是什么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都有需要帮助的一面 俗话说得好 赠人玫瑰 手有鱼香 当你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快乐 正如 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以成为帮助他人的一种善举 尽管也许大家并不认识 但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善意 就能给你的人生带来人生价值 无论现在的你 心情怎样 相信 解忧杂货店 在工作之余 一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快乐时光 该书也有的同名影视作品 有兴趣也搭配着书来看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 今天的书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